我覺得這兩天 社會的焦點 都把它放在司法修法上面 我不是很同意 而且我覺得也有一點失焦 因為當 你覺得五年會不會太輕 這看個案 因為這些都不是故意讓他致死 或是謀殺 或是這個也是連續犯最後才死 或者是一下子就撤手 全部死去 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基本上說 要把最高行動拉到死刑 我不是很同意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無效的辦法 所以你看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們政治人物就修法 怎麼又再加強 你看蘇貞昌的內閣有什麼特色 就是三大敗選大將 加一個雷厲風行 就是代表新的內閣 但是所以蘇貞昌很在乎形象 所以他會非常小心 但是再怎麼小心 他也犯錯了吧 因為他講這個強調 麻煩不加熱 不陷 他應該怎麼講 不是麻煩加陷不能說 你的講法應該是說 加陷是在修飾 有陷跟不陷 這麼小的事情 可以組成一個努力 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樣講很通勞 你知道嗎 你不要細皮笑人說 我是都沒有在吃陷 所以我不會怕人 這個 我跟你說 政治人家要小心 將來我們正式委員要當立委 我說王先生你覺得 說的話 無關 小編可能覺得這樣比較有我 無足群眾 現在我們每件事情都怪小編嗎 小編寫的事情 老闆沒有稍微過目一下嗎 我們變成這個國家更嚴重 小編治國 這小編治國比內同更嚴重了 對不對 好像小編講一句話 第二天你看電子報 都說宰神講什麼 還是講什麼黃創下講什麼 我說他們很厲害 他們很偉大 新的小編要比宰神更偉大 這個什麼世界 這什麼國家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 為什麼15歲的小孩 他就輕易的懷孕了孕 而且他生了這個時候生了小孩 他每天看那個小孩 他有沒有母愛 我認為他有母愛 但是他每天看那個小孩 你就是阻礙我每天 恢復正常生活一個最大的障礙 你這個小孩就是讓你老母 日子過後不會開我 所以再大的母愛 也被這個掩蓋過了 也被這個掩蓋過 所以而且這個需要什麼 這個要非常強力的 非常強度的去輔導這些小媽媽 這些甚至他們的元凶小爸爸 都要強力去輔導 而不是說社工要幾個 要仿事要幾天 要填表 錢夠不夠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嚴重到說什麼 我們要選總統的人也好 要選立法委員的人好 你不能說我的老人政策是什麼 這個脫幼政策是什麼 這個是無血無淚 沒有溫度的政策 你今天真的要 剛才我講的講個 那個Gilibran的講法 你就是要試看人家的小孩 當做自己的小孩 而且不一定說要平均分配 我的注意力 有的案子 是你要盡很多的力量 盡十個 照顧十個家庭力量 去照顧這個特別的家庭 因為他問題太嚴重了 而且你看 你關他嗎 或者你輔導他嗎 我告訴你 這個女孩子 這個新年17歲的女孩子的問題 不是簡單的輔導 簡單的這個什麼教育 可以盡其功的 你判他死刑 我認為無期徒刑 15年有期徒刑 我覺得都不應該 加重刑法我是支持 但是是不是要加重到 死刑這個部分 我還是比較保留 不過我想跟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我們台灣的 虐待兒童的情況有多嚴重 這是因為2018年的 統計資料還沒有出來 2017年的統計資料 是我們一年有通報的 不含沒有通報的 有通報的就是有6案件 有通報6案件裡面 等於是每一天 有164位兒童被虐待 每一個小時 有6.8位兒童被虐待 每一個小時 我們一個節目看完的時候 有43個孩子已經被虐待了 你想想看這個在台灣多嚴重 過去五年以來的統計資料是 我們被虐待致死的孩童 有293位 等於是平均每一年 大概有將近60位孩子 被虐待兒死 你等於是換算下來 等於是每一個禮拜 就有多少個孩子被虐待死了 這個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 確實是要解決 我們的刑法太輕 確實也是應該要解決 因為你刑法太輕的話 法官在量刑這個部分裡面 你的最高限 例如說我們這邊5年以下 法官在量刑最高也不過就5年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修法裡面 把這個法官的量刑的標準 把它放寬一點 讓法官可以根據 每一個案子的不同的程度 還有就是虐待孩子的人的 他的態度的情節的輕重等等 他法官可以做裁量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那麼刑法加重我是支持的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再不解決我們的 台灣的虐待兒童的情況 再不解決真的不行 但是不能夠只是修法 不能夠只是把法加重 確實學校的教育 剛剛大老有談到的 就是孩子的問題 十幾歲的孩子 他還沒有準備好當媽媽 可是他當媽媽了 他根本還沒有 完全沒有準備好 學校的教育確實也應該要 在這個部分裡面 孩子跟母親 跟孩子之間的關係 親子教育 確實也是應該要加強 可是問題就是 除了這個以外還不夠 行政系統裡面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了 例如說你通報系統 通報當然很重要 雞婆當然很重要 打電話當然很重要 通報完了以後 你要去進入輔導 你輔導完以後 你要去追蹤 他的改善的情況 改善情況完了以後 你還要最後 你還要能不能結案 我覺得這整個系統裡面 在行政的責任上 也應該要規範起來 如果說我們今天 假設這位已經被通報 而他有虐待孩子的慣例 慣犯已經被社工 我們的社會福利單位 已經開始在進入輔導 進入輔導 假設他遷移到別的地方去 你當然不能夠用 個資法的方式說 我今天他搬到另外一個縣市 我們今天 我們就不能夠把他案子移轉 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 例如說我們去家訪 看他的孩子被輔導的情況 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改善 我們今天去家訪 結果他們已經不見了 搬走了 你當然應該要有權利 那麼到附贈的機關 裡面去調閱他搬到哪裡去 然後把他的案件 轉移到他所移帶的那個縣市 他們本身要接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追蹤 考核 管理 到最後這個家長有沒有改善 已經輔導完成 結案 結案也要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完善的措施 那整個作業中 如果有公務人員 或是這些事工人員 他本身沒有嚴格的來執行 保護孩子的這整套系統 也要刻意行政責任 我覺得這個系統本身 都應該要建立的 我們已經到這麼嚴重的地步 每一次發生我們就說要檢討 每一次發生就要檢討 檢討完以後又沒事 然後接著我們就等待 再有悲劇發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已經到要解決的問題 我很支持大佬 對於蘇貞昌的這種態度 的不嚴肅的一種批判 我覺得確實 你不應該為了討好增加眼球 在你的自己的臉書上 或是你自己的網路上 你用這樣的一個我不吃辣的 這樣一個輕蔑的態度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 那麼嚴肅的事 不應該用這種輕挑的態度 跟語言 來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請加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每年 因為被虐而致死的小孩 200多個 沒有 五年 五年有293位 是要情結很嚴重的才死刑嗎 還是要看情結的輕重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情結重的話 他不是法官 他沒辦法做這個個案的判斷 不 這不是 他當然不曉得 我現在要 你還沒聽我講 我跟你講 你如果是情結重的話 你跟那個被害人是大人 沒有什麼兩個樣 如果是因為他受害人是小孩 所以要加重其刑 就要把他提高那個刑部的話 我們現在的故意殺害罪 本來就有死刑嗎 對 這樣的話 只是說小孩不適用 我們現在只是讓小孩適用而已 小孩因為他是沒有反抗能力的 所以要加重其刑 但是小孩 小孩他 爸爸媽媽 因為他沒有辦法逃避 但是我想那些爸爸媽媽 都是有 要麼就是不是自己小孩 養父 養母 再婚的 或者是酗酒的 或者是吸毒 我想這個個案恐怕非常多 幼兒園 小學都有 我跟你講 我就對死刑有保留的原因 對不起 王委員 就是比例原則的問題 這樣的話 我們每年 因為這個法條如果通過的話 如果照著這樣做的話 我每年死刑犯的數目 要增加多少 而且又不執行 我覺得會變在國際社會上 會變成一個效果 大佬剛剛的說法 有點畫等號畫太快了 在我的法條裡面寫的 不是唯一死刑嗎 對 不是唯一死刑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有些網友很憤慨 就是說唯一死刑 台灣已經沒有唯一死刑 這件事情 即使是殺人罪 我們都已經取消唯一死刑 所以其實法令未來定的 像我的版本裡面 我在286還有另外一個 特別講的 就是你已經自人於死 就是你可以處死刑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這就是法官 他量刑的範圍 我今天在講的只是說 是不是限有法律 不是 我未來要修的 限有 沒有這個法 所以你把一個人凝虐致死之後 他必須從十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 到死刑 這個是法官他裁量的範圍 不是各位想像的 今天把孩子虐待致死 不分任何的情節狀況 然後就判唯一死刑 不是這樣子 台灣的法治也不允許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我在後面 是否賣 becoming postal心 можете 報告 不